第四章 一件喜事 一天早晨 妈的女佣张妈给我穿衣服时 说今天得换件新衣裳 穿新衣裳 又过年了 看着妈只让我新年那天才穿的段子衣服 我高兴极了 今儿个新妈过门 得给你爸道喜呀 过了一会儿 张妈又说 先向你妈 三妈和五妈道喜 然后再见新妈 昨天我听四姐跟六姐说 新妈要过门 还要大白酒宴 庆贺一番 可五妈为什么哭了一整天 我问了两次新妈是谁 六姐根本不理我 四姐只说 明儿你就看见了 说完就打发我走 我刚转身 就见他俩搂着肩膀 边说边咯咯地笑 他们谈得什么那么有趣 我不知道 天大亮以后 张妈无所谓地跟我说了这件新闻 张妈性情善良 不像其他大人 从不敷衍小孩 我问她 新妈是谁 我以前见过吗 没有 我也没见过 妈的相册里有吗 我记得一说没见过谁 妈总拿出相册给我看 傻孩子 你妈怎会有她的相片 她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张妈停了一会儿 自言自语说 这回倒好 谁也不知道 张妈 怎么给爸道喜 跟过年一样吗 张妈边用笼子给我梳头 边慢声慢气地说 差不多 我妈昨个儿哭了一天 饭都没吃 谁告诉你的 我听四姐跟六姐说的 你知道我妈为啥哭吗 小孩子别打听那么多 你妈会生气的 张妈在我的两条小便上 各寄了一朵红丝带结 更使我觉得是过年了 她还给我换上新鞋 新袜子 新鞋头上有大蝴蝶 走路时一颤一颤的 特好玩 我真想穿着它 马上跑出去 张妈 我这就去给爸道喜 等会儿 听我说 张妈拉住我 先吃早饭 然后按你妈说的做 别忙忙叨叨的 知道不 做个乖孩子 六岁的大姑娘 该懂事了 其实我并不太懂 可从她严肃的语气 我猜 这一定是件小孩子 不懂的大事 为让张妈高兴 我答应说 我知道 看我真笨 张妈看着我笑了 光穿得漂亮了 脸上也得画画 要不也太寒碜 她边说 边往我脸上擦胭脂 涂粉 瞧这姑娘多漂亮 她自言自语道 瓜子脸 大眼睛 细眉毛挨得这么近 跟她妈一样 听她在夸我 我可得意了 化完妆 我爬到椅子上 冲着镜子 左照照 右看看 镜子里的女孩 穿了一件 闪光发亮的衣服 含羞地对我笑 真像新年庙会上 卖的小人 好了 今儿开饭早 快去吧 我跳下椅子 像只小鸟一样 飞出去了 两张桌子旁 坐满了人 大家都穿着新衣服 愉快地交谈着 我先向大人们 道了早安 就同孩子们 坐到一桌 一切都让我觉得 是在过年 神堪前 两只大红蜡烛 突突冒着大火苗 两柱香散发出的香气 使人觉得 这不是普通的一天 用人过来倒酒 放大爆竹 真来劲 一个孩子兴奋地喊 爸说 给我们美人十块钱 另一个高兴的声音 小孩子别瞎说 一位姐姐 学着大人的强调说 不信你可以问 我可没撒谎 六姐说 此时三妈端着一大碗 榨春卷来到我们桌 她帮女儿说 傻孩子 得管你爸 要金元宝 只要他高兴 要什么都行 三妈说完 大笑 她的牙齿非常漂亮 笑起来极有魅力 我们都看着她 这回你们信了吧 六姐得意洋洋地说 可谁去跟爸说 一位姐姐说完 有人说 让我去 所有孩子都朝我看来 我的脸热得跟发烧似的 别逗她 五姐看了我一眼说 爸不会对我们小气 肯定出手大方 吃过早饭 我们在院子里玩 台阶两侧的苹果树 开满了粉红色的花 沐浴着金色的阳光 方形花坛里 开满了红色 白色的大朵牡丹 和黄色的鲜花 阳光明媚 空气中充满着香甜 苦涩的花粉香味 我特爱嗅闻这香气 妈静静地站在花丛旁 今年春天 花开得那么艳 好像知道家里有喜事 姑姑拖着水烟袋说 是呀 我也在想 花开得正是时候 妈说 五妈急匆匆穿过庭院 一阵风式地 进了自己的屋子 她穿的衣服非常漂亮 我说不准什么颜色 也不知是什么料子 我只觉得 她却像那苹果花一样美丽 鲜艳得令人寄现 孩子们人全都沉醉在欢乐中 到处都能听到 他们的笑闹声 他们从前院跑到后院 再跑回来 等着新妈到来 我一个人静静地站着 一群雪白的鸽子 在蔚蓝的天空 安详地飞来飞去 绑在脚上的小竹哨 发出悦耳的声音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儿 爸忽然走到廊边 亲切地问我 他们不带我玩 我也不会 我羞怯地笑笑 一学不就会了 爸从不跟孩子 讲深奥的道理 我冲他一笑 算是回答 爸像平日一样 穿了件天蓝色绸袍子 头戴一顶黑段子帽 顶部有个小红球 他个子很高 宽肩膀 细长脸 面容透露出高贵 他站在一根红柱子旁 更显得健壮 齐尾 爸 你说新妈什么时候到 快了吧 我不让他们玩了 四姐过来问 家里人都把四姐 看成是最受爸宠爱的 别急 快了 爸摸着她的头发 像摸她的爱犬一样 我想让你早点给我们钱 四姐小声说 可得说话算数 谁大 就多给谁 要是说了不算 我再也不理你了 爸笑着大声对妈说 瞧这帮小财迷 妈刚想说什么 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从前门传来 门房老头气喘吁吁 跑进院子 谦恭地对爸说 新夫人驾到 姑姑站在爸边上说 按皇历 他来的这时辰 最吉利 说完 既吩咐用人赶紧放爆竹 既可迎新人 又能驱鬼辟邪 爆竹声中 一群孩子和用人 粗拥着一位年轻的 陌生女人走进来 她身穿一件耀眼的 粉红衣裳 迈着端庄的仙布 脸长得没什么特点 眼睛半针半壁 嘴唇紧翘着 六姐凑到五姐耳边 小声说 你瞧她那张脸 跟马脸似的 还不如我妈一半好看 怎么和马比 五姐得意地说 马脸倒好了 整个一张驴脸 对 我也这么想 要在戏台上 她只配给妈当用人 我笑他们 五姐瞟了我一眼 我知道 他们不愿让我听见 我没看清新妈长什么样 只瞥了一眼 就被挤到后面去了 我倒想好好看看 那张驴脸 我试着推开用人 离新妈近点 客厅里全是人 爸 妈 姑姑 还有三妈和五妈 新妈跪在神坎前 叩拜三次 拜过祖宗牌位 新妈向爸和姑姑磕头 他们每人 递给她一个红包 我想知道 里面是什么 随后 她又向妈 三妈 五妈 见礼 他们也都还了礼 并交换了礼物 礼物都用红纸包着 四姐转身冲六姐 扮了个鬼脸 她大概不愿她妈 送给新妈礼物 我也一样 不愿让妈 把礼物送给 这个难看的女人 孩子们 给新妈见礼 姑姑大声说 孩子们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羞怯得傻笑 就是谁也不动地儿 妈把五姐 六姐 拉到前面 三妈也过来 把孩子们 推到新妈跟前 好在新妈 没让我们下跪 我们只是 向她鞠了一躬 她向我们 还了一躬 行过礼 用人端上 一个大红盘子 里边 盛满了小红包 这是给孩子们的礼物 打开一看 每个包里 都是一块衣料 一个玩具 大红包 那我对 就кую了 超红包 褚新 这样 帮助 过